妈 如花 吃饭了 不吃 你爸以前经常给我熬鸡汤 现在都没有鸡汤喝了 告诉你们 今晚没有鸡汤 我就不吃饭了 嫂子听见没 还不敢去抓着鸡来熬鸡汤啊 好吧 那我去重新做吧 妈 鸡汤做好了 你尝一下 嗯 怎么了 你做的这是什么东西啊 你往鸡汤里面加什么啊 我没加什么呀 你是不是觉得在我们家受委屈了 所以偷偷教练加东西了 这是最毒妇人心 我真的没有加 没有 我妈怎么会这样呢 行了 这根本就不是你爸之前做的那个味道 我看你啊 诚心不想让我吃饭是吧 我没有 哎 看来妈是真的想爸 蛤 你的意思是说 我妈想再找一个 不过她年龄都这么大了 熬和累是不是不行啊 你脑袋瓜子一天天在想些什么呢 那难道不是嘛 不然我去哪里找爸呀 我的意思是 妈年纪大了 开始怀念以前的事了 我们在家要多陪陪妈 还有你啊 背一回来就知道玩手机 有玩手机的时间还不如多陪陪妈 行了 说什么大道理啊 你大哥二哥都不在家 你在家要多陪陪妈 对了 刚才妈说 怀念以前爸做的鸡汤 我去研究一下 诶 懂做吗你诶 你就去买那个什么 你教我做事啊 说那么多 你去做得啦 超帅 妈 你尝尝 嗯 就是这个味 有点家的味道 哼 果然我还是继承我爸的手艺 傻丫头 妈总算没白养你 妈 那我想 滚 每一个让我省心啊 好 好 我是茹花 给个关注呗 感谢观看